这个结局你可以先点赞 因为结局你一定猜不到 我先佩服一下日本人的变态脑洞 真的让人直呼666啊 接着上集说 百合子大人的候选人三个死一个失踪 现在候选人就只剩下了女主百合 这种场面小白兔百合又开始害怕啦 小美赶紧安慰小娇妻 让她不要害怕 自己一定会保护好她的 于是从爱人那里收获到 新鲜的百合坚持表演舞台剧 这边眼睛低的箱子里 装的是统建游离子同学 那么问题来了 她为什么要抓统建游离子同学呢 她的职责不是要守护百合子大人吗 为什么还要抓身为现任 百合子大人的统建同学呢 这一期的谜团我们等一会儿再揭晓 我们先来看正式演出 这部舞台剧揭露了第一代百合子大人 在学校里所受的所有的欺凌 可就当大家看到最后时 百合子大人的扮演者 居然不是百合换了个男人 这个舞台剧的故事是这样的 渴望成为女人的男人 和学校的老师相爱了 这段近期爱情肯定不被祝福 大家都觉得他俩是变态 诶 编剧赶紧出来 这是什么鬼 又是师生又是同性的 这时场下的老师 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一直叫停 好好看戏 他激动个什么劲 咱们先不管他 接着往下看啊 舞台剧里的老师 顶不住同学们的压力 提出分手 可怜的南百合悲痛欲绝 决定走上跳楼自杀之路 而这个老师则要调职 之后正常的结婚 然后走正常的人生之路 这意思就是 要忘了这一段的禁忌之恋 看到这里 大家都会怀疑 这是真的吗 请大家不要怀疑 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这就是第一代 百合子大人日记里 记载的内容 而且根据小美的调查 当时跳楼的 确实是个男的 幸好这个学生很幸运 他没有死成 他就是刚才很激动的老师 另一边眼镜地绑架 统建游里子同学的原因 应该就是想要为 自己的姐姐报仇 他将一切的真相搞清楚了后 就要了结他的生命 此时百合冲进来 让眼镜地不要再做傻事 原来之前的几起命案 都跟眼镜地有关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女孩是眼镜地 换上了统建游里子同学的装扮 将人推下去 第二个女孩也是眼镜地 将人推下楼梯的 第三个女孩是眼镜地 从楼上扔上的千球砸中的 其实眼镜地 在第三次犯罪中 砸死谁都无所谓 但她还是不得不佩服 统建游里子同学的运气 可是光野又是怎么死的呢 她并不是眼镜地杀的 而是老师动得爽 她同样是扮成 统建游里子同学的样子 追上离开的光野 然后将其杀害 老师把自己之前的经历 编成了百合子大人的传说 她杀这么多人 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 这股神秘力量的存在 而他们不杀百合的原因 就是因为百合 时常受欺负 和第一代百合子大人的遭遇一样 于是他们想扶持她上位 眼镜妹十分不爽 自己那么爱眼镜地 干大事却一直瞒着我 小美跟她说出了真相 老师和眼镜地是恋人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这部名为百合 海报也是百合的百合篇 居然是一部激情四射的BL剧 眼镜地和老师还带着情侣相恋 妥妥的爱情啊 老师为了让大家更加重视 百合子大人的传说 于是就设计了这些的事故 直到后来 她遇到了亲养百合子大人的眼镜地 于是二人擦出了激情的火花 谁让这是命运安排的邂逅呢 眼镜妹得知自己 一直喜欢一个同性恋后 她疯了 直接上刀 想要砍死自己的情敌 可她那是老师的对手 小美和百合双双理解 老师和眼镜地的感情 两年前 眼镜地的姐姐 因为百合子大人的传说 被统鉴由李子同学陷害 遭硫酸毁容 因为老师一直不闻不问 所以姐姐没顶住压力才自杀的 这样一算老师也算是帮凶 眼镜地会爱上杀姐仇人吗 老师有点懵 小美也是狠人 让老师直接去问眼镜地 这不接下来刺激的就来了 眼镜地先是从老师手里 拿走了危险的刀子 然后二人相拥在一起 就是这么变态 难道眼镜地丝毫不介意吗 你错了 只见下一秒 眼镜地将冰冷的刀子 插入了老师的身体里 此时的统鉴由李子同学 依旧相信 百合子大人是存在的 眼镜地听完此话后疯了 拿着刀子就要杀了他 百合劝眼镜地收手 搞成这样他哪里肯听 此时眼镜地说 自己并不是不想杀他 而是因为一直有人跟踪他 所以自己才下不了手 可现在不一样了 他拿着刀子向女生砍剧 关键时刻 胖学长救下了百合 眼镜地转身要跑 小美果然是 boss 他在眼镜地耳边 说完一句话 然后就进屋 抱住受惊吓的小娇妻 得知自己信仰 被毁灭的统坚由李子同学 也在舞台上自杀身亡 就在大家以为故事要结束的时候 小美却一刀捅死了小香 这是怎么回事 小美究竟有怎样的秘密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